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勒越有天然气爆炸 多人受伤 俄罗斯平均每日有一千多人参军 欧盟要将俄罗斯的资金用于湖南重建 外尔兰反北约者示威 李强转体法国访问 两国总理会谈 舒逸池说警告了中国不要用武力改变台海的现状 何能于生又上市了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两岁有儿枪击怀人的母亲自死 对多家媒媒体今天报道 一名美国人妇被她两岁儿儿子用枪重背后开枪打死 腹中的孩子也未能行住 上星期这名女子的儿子在俄亥俄州家中父母的卧室里面发现了一把枪 这个小孩发现9号迷的手枪已经有子弹上了堂 这名华人已经33个星期的女子在洗衣服的时候背部中弹 她自己还切发搏打了911 在医院里面 试图通过副副铲来挽救她腹中的孩子 但无测于事 几个小时之后 这名母亲也因为伤重不治而身亡 事发的时候 受害人的丈夫不在家 她后来告诉媒体这把手枪是她的 家里面还发现了另外两把装了弹肉的枪支 据这个男子说也是属于她的 据美国研究机构皮油研究中心的统计 大约40%的美国家庭拥有枪支 其中一半以上的家庭 家里面有儿童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研究 能够安全存放枪支的家庭不到一半 零下银砖的烧烤店 煤气爆炸死伤几十人 零下银砖的富洋烧烤店 21号晚上 因为煤气泄露而引发爆炸 至少造成38个人伤亡 包括31个人死亡 有7个人受伤 国家卫健委星期四通报说 7名的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爆炸发生之后 零下湖族自治区 银砖市卫健委 即时派源到现场抢救和转运商员 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所在的零下医科大学总医院 成立了专家团队 开展商员的抢救工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爆炸的事故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表示 事故造成多人的伤亡 令人痛心 教训深刻 要求全力做好商研究治 和商网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 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 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根据22号的官方通报 目前公安部门 已经对萧烤店的店长 股东和工作人员 一共9个人进行控制 并凍结他们的资产 目前零下相关部门 已经将萧烤店附近的2栋住宅楼 4个单元1共64户居民 全部临时安置在周边酒店 6月22日晚上8点 银泉市市长涂绍华 出席零下银泉市人民政府召开 富阳萧烤店煤气爆炸事故的新闻发布会 他指出 这是零下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 陶绍华在记者会员上 向大家鞠躬 向黎兰整开道 向市民致歉 据了解 富阳消耗店 是当地一间小有名气的消耗店 在银泉已经经营了多年 而爆炸事故发生的时候 正值用车的高峰 店里面有很多人 巴黎也有煤气爆炸 多人受伤 巴黎昨天发生了煤气爆炸 受伤的人数已经增加了50人 法国当局宣布说 有6个人生命衰异 其中一个人仍然下落不明 爆炸发生在昨天下午4点55分 地点是巴黎美国学院所在的大楼 这是一间时装设计师的部分机构 根据学校面纱上的页面 校长皮特加曼是重伤者之一 他进了医院情况危急 爆炸的发生地 巴黎第5区的行政官员 分享了一些伤者的详细情况 有3名儿童受了轻伤 3名士兵 1名警察 和1名消防员 亦受了伤 目击者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有人将它被以为地震 立刻发生了火灾 爆炸之后没多久出现的新潮变现时 几乎整栋建筑物都塌了 火焰正在周围蔓延 路面上散落着大块的砖块石头 一凉气者也起了火 这个地区仍然处于封锁的状态 一些居民还没有被困在返回家园 但是他们可以在消防员的关系下 拿回个人的物品 昨晚这个区的市政厅 设立了急割床位 爆炸的确认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地方当局昨晚说是煤气爆炸 目击者报告说 闻到了天然气的气味 而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琳 昨日来到现场 他表示目前的原因还不清楚 警方和司法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俄罗斯说平均每日有1000人参军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尔古表示 目前平均每日有1366人身兵 与俄罗斯的武装部队签订合同 据介绍目前已经有11万多人 认证是5 据说还有52,000名志愿者 非常活跃 俄罗斯今年较早时候 开始招募新的军事人员 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表示 自从1月份以来 已经有15万人以合同的认识参军 他表示 暂时并没有必要进一步 动议俄罗斯的民众 而邵尔古就表示 去年9月份宣布了部分的动议 已经征止了30万人 而俄罗斯阿格纳集团的头目 普里格尊特声称 5月份除了正规的部队 阿格纳还招募了5万名囚犯 看来 古克兰东部将会又有一番恶战 欧盟要将俄罗斯的资金用于沃兰的重建 在下季休会之前 欧盟将提出一项计划 将俄罗斯的资金用于沃兰的重建 这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隆恩 昨天在伦敦举人的重建会上所说的 这涉及俄罗斯在入侵沃兰之后 作为对俄罗斯制造的一部分 而被冻结的资产 欧盟的暑假从7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开始 即是在这个之前就会提出计划 欧盟冻结了超过3,0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 世界银行在截争1月的时候估计 沃兰战后的重建总成本接近4,000亿欧元 现在这个数额可能会更高 外尔兰的反北约者示威 外尔兰关于这个国家中立地位 在科学大学的辩论中 遭到反北约的抗议者的干扰 有6个人在外尔兰的副总理 马丁讲话的时候 举着黄福站起来大声哭叫 10分钟之后警察赶到 将示威者带走 外尔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示威者认为 外尔兰最终将加入北约 他们高叫 对北约say no 即是对北约说不 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北约战争有数百万人死亡等文字 马丁试图继续他的讲话 但是过了一阵间又被示威者打断 因此必须动用警察 这一场辩论 拉开了维基4日的 关于外尔兰安全政策讨论的序幕 传统上外尔兰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 在芬兰和瑞典等其他国家公开表明立场 要求加入北约之后 外尔兰政府希望就这个国家的中立地位 证求公民与专家的意见 目前已经有大约1200名外尔兰的公民 报名参加未来几日的多个论坛 李强专带法国访问和总理会谈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专带法国访问 在巴黎出席了中法工商界的晚餐会 并且致致 就深化中法的合作提出了三点倡议 第一是希望中法的企业家 坚定支持经济的全球化 共同维护中法中欧产业 供应链的稳定和银性 第二是加强中法创新的合作 认为双方在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等领域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 应该加强企业间创新和技术的合作 第三是希望法国方面保持市场的开放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晚餐会上有法国的财政部长勒梅尔 和一百多名两国工商界的代表出席 李强勉励中法的企业家坚定信心把握基于 共同努力在深化经贸的合作中实现企业的更大发展 推动中法中欧的合作行稳致远 而勒梅尔就在致辞中表示 法国企业倾向中国 期待深化航空、食品、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打造高质量的伙伴关系 实现合作共赢 他呼吁中国为法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提供完全公平的条件 勒梅尔说 法国公司越外中国 他们在中国有重大的项目计划 法国公司希望能够在中国投资 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 并跟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开发项目 所有这些自然应该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 勒梅尔说 我们也希望欢迎更多的中国投资者 来到法国 因为我们也有重大项目计划 比如说 在道歪建设的电视厂 或者在中国公司和法国公司 在敦克尔克建设的工厂 他说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例子 不过 他说 这种加强这种平衡 必须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 就是主权和公平竞争 法新社报道说 李强作出回答说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 稍后 李强在巴黎和法国总理博尔莱举举行回谈 舒尔茨说 警告了中国不要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 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四 告诉德国的国会 你知 他在这个星期教组的会谈中 已经警告了中国 不要使用武力实现领土的变更 特别是针对台湾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突然政治 紧张局势加剧之際 舒尔茨在这个星期 接待了一份中国总理李强 率领的大型中国代表团 这是自新冠肺炎大难以来 首次中德面对面的峰会 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广告 舒尔茨星期四说 我们坚决反对所有单方面 企图通过武力或协兵 来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行为 对台湾尤其是这样 他补充说 我们亦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状况 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动用武力统引台湾 并且在台海加强了军事活动 以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 而台湾就强烈反对北京的主权要求 并且誓言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会极力自卫 因此台海局势一直引起关注 荷兰鱼生又拍卖了 荷兰有一种鱼生 就是哈宁 你吃过没呢? 哈宁中文叫飞鱼 是一家能源和电信公司 每年的收益都会捐给慈善事业 这个传统活动比今年的鱼计划晚了一个星期 这是因为飞鱼 并没有及时达到要求的脂肪百分比 据荷兰鱼业业局说 造成而五个可能原因就是水温 今年的水温比往常低得多 荷兰新哈宁的脂肪百分比 必须至少是16% 在加工之子 首先要去除内藏 然后被其中的妹妹吹熟飞鱼 再将飞鱼加盐 并且冷冻至少24个钟头 而去年第一桶哈宁的拍卖 囚集了11万多欧元 也创落了一个记录 今年更加感尚添花 据荷兰二类营销委员会的报导 从星期五开始 荷兰新上市的哈宁 将再次在各地出售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